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现在没有人想要共同基金 从言语转向行动 海地过渡主管告诉联合国 白宫希望加沙地带的人们能够安全离开 尤其是美国公民 阿尔伯特和哈马克争夺维斯特莫兰县警长职位 阿根廷选举 马萨的渐进方法对比米莱的激进计划 请大家收看 现在没有人想要共同基金 彭博社 指数基金的崛起和散户投资者在选股方面的成功 给主动型共同基金经理创造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由于低成本和能够提供市场表现 指数基金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另一方面 一些散户投资者在选股方面取得了成功 并且超过了市场表现 这导致了对主动型共同基金管理的需求下降 主动型基金经理现在面临着多元化业务或将重点转向小盘股或私募信贷等替代投资策略的选择 散户投资者在选股方面的成功可以归因于股票选择和行为因素 散户投资者倾向于选择表现良好的股票 他们的逆向思维使他们能够进行专业人士可能忽视的投资 结果专业投资者在市场表现方面表现不佳 过去十年中有86%的大盘美国股票基金表现不及标普500指数 这给资产管理人员创造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他们在指数基金的崛起和散户投资者在选股方面的成功之间被夹在中间 在银行业 金融稳定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 金融稳定监管机构专注于快速完成交易 而证券监管机构关注信息披露和证券欺诈 这种紧张关系可以在硅谷银行的案例中看到 该银行面临存款流出问题 但决定不向潜在投资者披露问题的程度 该银行的律师认为 这样的披露将破坏筹集股权的交易 这种紧张关系凸显了监管机构 在平衡全面披露需求与快速可靠筹集股权需求之间所面临的挑战 从言语转向行动 海地过渡主管告诉联合国 雅虎 海地高级过渡委员会HTC 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派遣外国部队 帮助国家警察在日益加剧的暴力事件中恢复国家安全 此举是在强大的帮派 迫使20万人逃离家园之际 海地未经选举产生的总理 一年前提出了国际部队协助警察恢复秩序的请求 据报道 这些帮派已经扩大了他们的领土 现在控制着200万人居住的地区 白宫希望加沙地带的人们能够安全离开 尤其是美国公民 雅虎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确保人们的安全通行 尤其是美国公民 离开加沙地带 根据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 科比尔的说法 科比尔还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就以色列潜在的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进行了讨论 但具体细节和时间由以色列官员决定 他强调了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 以及无论是否发生地面入侵 供应品都需要到达该地区 科比尔还承认了援助可能被哈马斯用于其他目的的担忧 但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 阿尔伯特和哈马克争夺维斯特莫兰县警长职位 雅虎 西摩兰县警长詹姆斯 阿尔伯特宣布他已经将党派注册从民主党改为共和党 阿尔伯特表示 他的决定受到了民主党在2020年夏季骚乱期间的沉默影响 阿尔伯特在2019年当选该职位 但将在11月的选举中以共和党身份参选 他的对手是民主党人汤米、约翰、哈马克尔 阿根廷选举 马萨的渐进方法对比米莱的激进计划 彭博社 阿根廷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塞尔吉奥、马萨和哈维尔 米莱在经济和外交政策等各个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是对于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家角色的看法 考虑到佩隆主义在国会中的支持 马萨的计划被认为更具政治可行性 然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阿根廷没有时间进行渐进政策 马萨加深了阿根廷与中国和巴西的外交关系 而米莱则希望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米莱否认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原因 而马萨则承诺推动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环境政策 普京和习近平在关键会议中将得到什么 雅虎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参加一带一路论坛 对于最终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立场至关重要 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占据主导地位 普京则被支配 尽管中国将继续帮助普京规避制裁 但他们会保持距离 普京希望增加自己对习近平的价值 并将自己呈现为反西方联盟的合作伙伴 但他不太可能从北京带来任何有用的东西 对普京来说 关键的故事是战略伙伴关系 特别是在和技术和数字技术方面 碧桂园债权人寻求信用违约互换 CDs裁决 以确定违约事件是否发生 彭博社 信用衍生品决策委员会 被问及碧桂园控股为支付美元债券利息 是否会触发与开发商债务相关的信用违约掉期 该公司最近为支付美元债券利息 并且30天的宽限期已经过期 碧桂园是全球负债最高的建筑商之一 总负债达1860亿美元 其债务现在以几分之一的价格交易 布鲁克林机构重新品牌 将其名称中的基金会一词去掉 因为它被认为是陈旧和控制性的 美联社 布鲁克林社区基金会 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布鲁克林组织 以吸引新的捐赠者 并接触到更年轻的慈善家一代 基金会的前名称 被下一代视为过时和控制性的 总裁乔斯林·雷尼表示 该基金会每年发放约1200万美元的奖励 旨在成为与布鲁克林博物馆一样具有辨识度的机构 该基金会拥有7000万美元的授予资产 可以自行使用 以及4000万美元的捐赠者指导基金 根据捐赠者的指示发放 阿拉斯加航空飞行员被控83项谋杀未遂罪 彭博社 阿拉斯加航空集团的一名休假飞行员 被控企图谋杀83项罪名 据称他试图在飞行中关闭飞机的引擎 嫌疑人约瑟夫·埃莫森乘坐副驾驶舱跳座椅 作为乘客乘坐从西雅图飞往旧金山的航班时 试图干扰引擎运行 该航班安全地改道至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埃莫森被拘留 此事件正在接受执法机构的调查 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将支持执法机构的调查 2023年NASCAR杯系列赛程 包括本周末在马丁斯维尔的36场比赛的日期和地点 雅虎 NASCAR宣布了2023年杯系列赛的赛程 其中包括36场比赛 从2月的戴通纳500开始 到11月的菲尼克斯冠军赛结束 本赛季还将举办两场展览赛事 包括2月份在洛杉矶的科利赛姆举行的Bushlight Clash 赛程包括美国各地的不同赛道 包括2022年赛季的冠军克里斯托弗 贝尔 乔伊 洛加诺和凯尔 拉森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最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谈到了共同基金的问题 现在指数基金越来越受欢迎 因为它们低成本且能提供市场表现 同时 一些散户投资者在选股方面取得了成功 这导致了对主动型共同基金管理的需求下降 这对于主动型基金经理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他们需要寻找替代投资策略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海地的安全问题 海地高级过渡委员会呼吁联合国派遣外国部队 帮助警察恢复国家安全 这是由于强大的帮派迫使20万人逃离家园 海地的为选举产生的总理一年前就提出了 国际部队协助警察恢复秩序的请求 然后 我们谈到了加沙地带的局势 白宫希望加沙地带的人们能够安全离开 尤其是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正在努力确保人们的安全通行 并强调了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 接着 我们谈到了一些地方选举的情况 詹姆斯 阿尔伯特宣布将从民主党改为共和党 并将以共和党身份参选警长职位 他的对手是民主党人汤米 约翰 哈马克尔 这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 然后 我们谈到了阿根廷选举 塞尔吉奥 马萨和哈维尔 米莱 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 特别是对中国的角色 马萨的计划被认为更具政治可行性 而米莱则希望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一些公司和组织的改变 布鲁克林社区基金会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布鲁克林组织 以吸引新的捐助者并接触到更年轻的慈善家一带 同时 阿拉斯加航空集团的一名飞行员被控企图谋杀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这些都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最新新闻内容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有趣的信息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